國發會公布了8月的景氣概況 一如外界的預料 景氣燈號亮出了連續第7個 象徵景氣穩定的綠燈 綜合判斷分數也由27分上升到29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所公布的最新景氣指標 其實都在轉強當中 在9項構成項目當中 由2項的分數各增加了1分 由綠燈轉為黃紅燈 那就是工業生產指數以及機械及電機設備的進口值 其餘項目的燈號都不變 股價指數變動率是從上個月的16.9% 16.9%稍微下修減到16.8% 這個燈號還是黃紅燈的 那接下來這兩項的變動率都是繼續上修 那麼製造業方面呢 製造業的營業氣候測驗點則是由104.4點 稍微下修到102.6點 其實也都維持著這個燈號是黃紅燈的 整體而言國發會是看好未來的景氣 還是會溫和的成長 但是有一個焦點呢 就是搜水油事件 會不會影響到國內這個內需的市場呢 這會是觀察的指標 連續加溫外需在蘋果光加熱之下 景氣復速不掉 從國發會26號公布的景氣概況就能看到端倪 8月份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 比上個月增加2分來到29分 景氣燈號連續7個月亮出綠燈 國發會表示經濟溫和成長 前景省慎樂觀 比上個月增加了2分 那這兩個分數主要是來自於工業生產 還有機械跟電機設備的進口值 他們的燈號由綠燈轉成黃紅燈 不過9月份出現搜水油事件 國發會認為勢必會影響消費者 對食品的信心 會不會短暫衝擊到食品業者和餐飲業營收 是後續的觀察重點 還有對於商家的一種聲譽 那包括很多 其實我們也會因為說買到不好的會有退貨 那這個當然都會對 一些不管從生產面 或從消費面來算 其實都會產生影響 展望未來 主機總數預測 今年經濟成長率來到3.41% 加上電信業者陸續建置4G網路設備 渴望挹注投資動能 不過9月份股市量能失靈 會不會為景氣燈號增添變數 還有待觀察 UDN TV 未必出現一夜 提不到